欢迎来到我们2024美国总统大选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吴龙虎 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新闻让人心惊胆战 前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高尔夫球场的放松时光 竟然遭遇了暗杀未遂事件 据报道,特工在灌木丛中发现了一支步枪枪口 特朗普当时就在500马内,局势一度紧张 特工迅速采取行动,确保了特朗普的安全 此事件引发了对特朗普安全的广泛关注 毕竟这已经是短短几个月内的第二次接近危机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执法部门的感激 并感谢他们的保护工作 与此同时,拜登总统和哈利斯副总统也对这起事件表示关切 重申政治暴力绝对没有立足之地 随着选举的临近,政治氛围愈发紧张 特朗普和其他候选人都不得不在防弹屏障后与支持者见面 显示出政治局势的严峻 此外,嫌疑人瑞安·罗斯被捕 警方在现场发现了AK-47步枪,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这一系列事件,无疑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 特朗普的安全问题再次成为焦点 而他在面对危险时的反应,也可能影响到选民的情绪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联社报道,前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高尔夫球场上 享受难得的休闲时光 然而一切在秘密 特工发现一支步枪的枪口后发生了巨变 这是两个月内针对特朗普的第二次刺杀未遂事件 尽管特工及时开火阻止了嫌疑人 但特朗普仍然面临着安全隐患 此事件引发了对如何保护特朗普在竞选期间 及其私医人财产安全的严峻质疑 特朗普自7月遭遇刺杀未遂后 安全措施已显着加强 但他在佛罗里达的居住环境却与普通VIP不同 成为了一个开放的高尔夫俱乐部,增加了风险 Yahoo US报道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感谢支持者对他安全的关心 称这一天确实很有趣 他感谢美国特勤局和执法部门的出色工作 确保了他的安全 事件发生后,特勤局迅速展开调查 并发现了嫌疑人留下的AK-47步枪和其他证据 尽管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表示他安全无恙 但这一事件仍然引发了关于政治暴力的广泛讨论 拜登和哈里斯也对此表示关切 强调没有任何形式的政治暴力 在美国是可以接受的 CNN分析指出,在选举季节内再次发生 针对主要政党候选人的刺杀未遂事件 凸显了美国政治的深刻分化和暴力潜在威胁 特朗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迅速对事件做出反应 强调暴力在民主社会中没有立足之地 但特朗普的政治言辞也愈加激烈 尽管面临安全威胁 特朗普似乎并未改变其激进的政治风格 反而利用此事件来强化自己受害者的形象 随着竞选日的临近 这场充满不确定性的政治斗争将如何发展 仍需观察选民的反应和情绪变化 Yahoo US报道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在周日 对前总统特朗普可能遭遇的刺杀企图表示强烈谴责 并称自己对此事件感到深感不安 他在声明中重申政治暴力无处可容 呼吁大家共同努力 确保此事件不会引发更多暴力 事件发生在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高尔夫球场打球时 特勤局的警卫开枪击退了一名持有AK式步枪的嫌疑人 哈里斯对特朗普的安全表示感谢 并承诺政府将为特勤局提供必要的资源和保护措施 南华早报指出 涉嫌刺杀特朗普的嫌疑人名为瑞安·拉斯 现年58岁 曾在北卡罗莱纳州工作 拉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大量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帖子 并曾在2023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 谈论美国志愿者支持乌克兰的情况 尽管他在2020年支持特朗普连任 但近年来他的言论转向支持现任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 警方在现场发现了步枪、背包和摄像机等物品 这一事件引发了对特朗普安全保护措施的进一步关注 《悉尼城风报》详细描述了刺杀未遂的经过 特朗普和他的高尔夫伙伴在打球时听到枪声 特勤局迅速反应,保护了特朗普的安全 警方在接到开枪的报告后迅速封锁了高尔夫球场 并成功逮捕了嫌疑人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确认自己安全无恙 并表示将继续关注事态的发展 警方和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嫌疑西 人的动机,特朗普的安全措施也在不断加强 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政治暴力威胁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在佛罗里达州的高尔夫球场 遭遇了第二次明显的刺杀企图 当地警方表示 由于特朗普的前总统身份 他的安全细节受到限制 未能达到在任期间的安全标准 事件中,一名嫌疑人用AK-47式步枪 瞄准特朗普 幸好被特勤局人员遗失发现并制止 警方指出 如爱国特朗普人事总统 高尔夫球场将会被全面封锁 虽然特勤局的反应得到了肯定 但安全措施的不足 引发了人们对特朗普未来高尔夫行程的担忧 预计下次他到访时会有更多安保人员在场 此外,特勤局正在进行内部审查 以加强对受保护官员的安全措施 悉尼晨报指出 1968年的美国政治动荡 与当前的局势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那一年,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 掀起了巨大的社会变革 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相继被刺杀 国家陷入严重分裂 如今,随着美国政治的再度动荡 许多人对未来感到不安 尽管民主党在2020年团结一致支持拜登 但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 仍然存在着强烈的对立情绪 特朗普在一次集会上险些遇刺后 反思了自身的使命 甚至暗示特勤局的失误可能是内部阴谋 这种紧张局势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愈发加剧 恐惧和焦虑在民众中蔓延 CNN报道称 涉嫌刺杀特朗普的58岁男子 瑞安·韦斯利·拉斯在社交媒体上 对前总统表达了批评 他是一名自雇的住房建筑商 曾在社交平台上发表与特朗普相关的负面评论 拉斯在7月的特朗普集会上提到过伤者 并对特朗普的行为表示不满 他的社交媒体活动显示出对乌克兰的强烈支持 并试图招募士兵参与战斗 尽管有过多次法律纠纷 拉斯的家人认为 他是一个关心家庭的好父亲 拉斯的行为引发了人们对其心理状态的质疑 警方正在深入调查其动机和背景 悉尼陈峰报报道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面临近年来最重要的决策 应将利率下调多少 以避免经济陷入衰退 此次会议的决定 可能影响美国经济的软轴路是否能成功 尽管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 联储仅实现过一次软轴路 但当前的通胀下降和就业市场相对强劲 让这一目标看似可行 市场普遍预计联储将 采取谨慎的25个基点降息 但有经济学家认为 50个基点的降息更能降低衰退风险 尽管通胀率已降至2.5% 但服务性通胀仍然顽固 核心通胀略有上升 表明决策复杂 此外 就业市场虽强劲 但也在减弱 失业率为4.1% 前纽约联储专长比尔达德里指出 降息50个基点的理由充分 市场也预期到年底前将有多次降息 尽管目前市场对25个基点和50个基点的预期相当 但达德里认为 联储在这次会议前的高度不确定性是异常的 过去通常不愿意让市场感到意外 若采取25个基点的降息 可能会传达出对经济风险的犹豫 而这并不利于市场信心 最终联储在是否采取保守的25个基点 还是根据影响力的50个基点江西之间的决策 将是一个微妙而重要的选择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 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已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开始拍� legit这样子 有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瑞愿 就是 高达 劲 dunk 然后 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